哈囉,大家好,我是 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如何用英文說 呵呵搭 OK,那麼首先,嚴重聲明 大家不要在下面的評論區評論呵呵搭 如果那樣的話,那我真的只能呵呵搭了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最簡單的用法 HA-HA 這個其實跟我們中文的 哈哈一笑有點類似 就有一種一笑而過,或者是很不懈的感覺 這個用法呢,在社交媒體上會經常使用 比如說 He dumped his girlfriend Hah, she deserved that 他把他的女朋友給甩了 呵呵,那是他活該 Number 2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是表示有趣的意思 在英國,如果你聽到外國人說 That's interesting 基本上就可以確定是呵呵的意思 但是呢,也要分不同的場景 如果說你巴拉巴拉說了一大堆 怪國人沒有發表任何的觀點或是意見 或者是 他對你講的內容我想要去轉移話題 這個時候呢,可能拿了句 That's interesting 那就是呵呵了 OK,第三個 Whatever Whatever這個 style應該比較熟悉 表示無論怎麼樣 或是無論如何 也可以表示無所謂的意思 在這裡呢,他其實就相當於 Who cares? 誰在乎 或者是 I don't care 我根本就不在乎的意思 例如 I don't know how to use the oven 我不知道如何使用這個烤箱 Whatever 無所謂啦 呵呵 Number 4 Good for you Good是表示好的意思 我們經常會說 It's good for me 這裡是說 某個事情對你來說是可以的 是OK的 比如說你的朋友要你去吃飯 或者是去看電影 你可以說 It's good for me 也就是我OK 那Good for you 從字面上來看也就是說 這件事情只是對你是好的 顯示出對談論的話題 絲毫沒有在意的感覺 比如說 My friend told me that he was broke I just said Good for you Because I don't believe him 我朋友跟我說他破產了 我只是跟他說呵呵 因為我根本就不相信他 OK,the last one That's it 從字面上來看是說 那就是這個 也就是就這樣吧 有一種很不耐煩 或者是很討厭的感覺 That's it I don't want to talk anything about her 就這樣吧 我不想再討論有關他的任何事情哦 好的,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補充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點讚和分享 如果小天使會不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 或者是關注我的頻道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I hope to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